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先說明一下 今天的這個考試規則 因為跟別的考試是不一樣的 我上禮拜已經說過一遍了 但是永遠有人在上禮拜沒來 就像永遠有人 不知道這堂課到底在幹嘛的 永遠有人 這個是我教書已經慢慢習慣了 雖然很不高興的事情 第一個你會看到等一下 那邊的就是我的學生 坐在第一位的位置 他呢會手上握著這兩張成績報告單 這張成績報告單就是我上禮拜跟你講的 我的彩色的成果這樣 只有一個人我會發現所有顏色 在前面的三個顏色是一模一樣 就一個人 其他人都是不一樣 好打勾代表你教了 打勾然後再畫一個很像X的地方 表示你做得不好 而且太不好了 不好到讓我都覺得了 有的人做得不好我可能沒覺得 你做得不好被我發現 所以呢我們的作業是這樣 所以有的是兩個勾的 兩個勾是代表交了兩份 讀書心得認為只要交一份的人請舉手 好嘞 那顯然你有問題 不是我的問題 我剛開始以為我是不是說了讀書心得只要交一份 因為我改革第一個人他只交了一份 後來發現百分之多少的人都交兩份呢 我沒有說交一份嘛 永遠有人所有的作業都是跟我講的不一樣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在上這門課 我先說明一下 所以你就打一個勾 那你就打一個勾 我到時候成績依照這個來換算 就表示你只交了一半的作業 好那這個其他作業在第三來有人打圈的 有人打勾的有人打圈的 跟你先說明一下 打勾的是我後來回家改的 打圈的是上課講過的 你的那個教的那個 笑話採集的作業是上課我念過的 所以那個是不一樣的 打勾的是上課我沒念的 了解嗎 所以打勾打圈都是表示有的意思 少數有人我用鉛筆畫一個框在你那裡面 沒有東西的 表示那個到底是誰的錯 我們最後要確認 這是我非常科學的做法 我覺得我可以因此得諾貝爾獎 這樣不會有任何問題 這個考試考完了 我成績馬上就可以送出去了 完全不會有問題 所以呢這個有畫一個圈的 希望你查一下到底是什麼問題 是你自己就沒交 那就你的事情就不要怪我了 如果是你交了 然後我沒登記好 那那是我的錯 我們就把這個事情給確定 只有幾個人在幾個那個 那助教道中會跟你說明 特別注意一下 所有的報告你今天都應該拿回去 如果呢在今天結束 大家都散了錄影結束了 還有報告在我手上 你的成績會往下掉一擊 所以不要說 我就隨便拿拿幾個報告 我要趕著要走這樣 拿回你的報告 這是你的作業之一啊 這是你的心血啊 不要 left no man behind OK 這是重要的 所以我也不希望收集你的報告 好那我稍微說明一下 這學期的作業是怎麼一回事 讓你們沒有學到的人 好歹可以學到 因為除了前兩堂課有那麼多人之外 好像都沒有那麼多人啊 所以忽然間有一個錯覺啊 是不是我眼睛 sing double 所以我看來學生比較多這樣啊 第一個 前幾個作業第一個是笑話採集 那那個大家同學都做了 也說過 這笑話不是像採集 12個笑話而已 是那些人 為什麼會講那些笑話 有沒有什麼關係 少數同學做得非常好 少數同學做得非常不好 大部分同學好像就是隨便一個作業 好這是大部分的印象是這樣 所以呢這個呢 有的我已經在課堂上念過了 好那有念過就是圈的 沒有念過就是打勾的 好那第二個作業是認識同學 為什麼要做這作業 我當初已經跟你講了 很多同學呢 不知道是什麼問題 好像不願意認識人 你好像就發一個問卷給對方 讓人家填 你喜不喜歡幽默的人 喜歡 你就訪問了35個人都寫喜歡 你這個作業有任何目的嗎 有任何意義嗎 有一個人還喜歡寫了35遍 我想只要寫第一遍 下面都寫低了我就可以了嘛 還出現了一個人說不知道 我真好高興都不知道 不然我都不知道 你這個東西還需要去做嗎 你怎麼樣練那個表格 那我不是重點 這重點第一個 你敢跟人家講話 只有兩個同學 在那個報告裡面 很明白的 除了列出別人 講了些什麼話 回答什麼問題之外 很明白的說明整個過程 這個作業是要你說明過程的 雖然我沒告訴你這樣做 但是我沒 我也從來沒叫你吃飯的時候 拿筷子啊 你怎麼就知道拿筷子呢 所以這都是測驗 我要看你能夠把一個作業做得多好 所以我從來不告訴你 一個作業可以做得多好 因為有的人可以做得超出我想像 大部分同學都在我想像之內 有人就是一個交差了事的作業 從呈現的東西出來看 你花了多少心血 我真的坦白說我不知道 但是就看你呈現的東西 我覺得很多人沒有用大腦 甚至我都懷疑你有沒有腦子 因為有腦子為什麼不用呢 你等著家人賣的時候會比較便宜嗎 好 所以這個認識同學作業 希望你真的覺得大家同休一門課 好歹17個禮拜 如果你都來的話 全班有59個人 沒有人訪問到58個人 50個人都沒有人訪問到 59個人 我從來不告訴你要訪問多少人 我就不知道為什麼你就停在某一點上 我原來設計這個作業有一個小小的私心 就是我會測驗出來誰到底沒來上課 你知道嗎 我只要花一點時間或者我來蹂躪我的助教 我就只要畫一個59個人的表 橫的59個人的名字直的 然後所有被訪問到完全沒訪問 我就馬上看出來誰來誰沒來 可是我做這幹嘛 這是做得到的 Because I can 可是I don't want to do it 沒意義的 你來不來上課 如果真正因為我教的不好 那是我要檢討的東西 如果呢我教的還可以 你自己不願意學 我不知道你選這堂課有什麼意義 這我還是要提醒你 每一堂課不是只有這樣 你們有些人還要繼續下學期 你下學期整個選課 每個人生的抉擇都很重要 我希望你了解這一點 所以認識同學的作業有很多的意義 很多人隨便做 我只看到一兩個 讓我覺得做得非常非常非常好的 改作業最快樂的就是改到非常好的作業 你會覺得真的這個學生有學到東西 甚至學到比我教的還要多 改到不好的作業常常覺得很慚愧 是不是該退錢給你們 所以這是認識同學作業 在這裡我要講一個我經常講的故事 小時候我媽媽跟我講的故事 土地公跟土地婆 是兩個台灣當地的神明 土地婆跟土地公說 這地方人對你都那麼好 每次過年過節都給你好吃的 你為什麼不能讓所有人發財呢 土地公說有人沒那個命 土地公說我不相信 土地公說好啊 我要讓全村裡面的人 尤其特別是那個最窮的人發財 土地公說好啊 那最窮的人誰呢 是一個乞丐 村子有一個乞丐 結果呢 這個土地婆就出來 這個乞丐每天會行進的路線 覺得有一天 每天他都會經過一個橋 決定在那個橋上放了一袋金子 土地婆就放了一袋金子 那個乞丐那天經過那個橋的時候 扶至心靈想 我在這裡走了 這個橋走多少遍啊 我從來沒有閉著眼睛走過去過 所以他就閉著眼睛走過去 有人就是沒那個命 我希望你們不是 很多老師在這個學校 你們好不容易考進來 這學校是個非常難考的學校 你考進來 你還閉著眼睛在這學校走過 你損失的絕對不是一袋金子而已 我是提醒你這樣 同學也是金子 每個人都是一座保障 老師上課東西你比較容易學到 同學身上的東西你竟然不好好去學 唉 我也沒辦法啦 土地婆都沒辦法我能幹嘛呢 第三個作業是讀書心得 剛剛講了 應該寫兩篇 讀書心得呢 基本上你要讀書才有心得 因為有些人就抄博客來的 因為他寫的比較簡要 這是我不在你們班上發現 在前面一個班上就發現 那這問題不大 但是你到底讀書讀了什麼 在讀書心得裡面幾乎沒有同學寫出他讀到的困擾 所以各位好像都很會念書 每一本書到你手上沒有讀不懂的 我在一開始告訴你 你讀書心得最好能寫出困擾 真的能看到你讀的書 你真的讀不懂的東西啊 幾乎沒有 第二個讀書心得最好能夠跟你的課 或其他經驗發生連結 你的舊腳心得 你不要在那邊 哇 這邊是隱了一個故事 真是好笑的故事啊 下面有 哎呀這個更好笑啊 哎呀這實在都是好笑的故事啊 這像小學剛畢業的人講的話 所以你們大部分同學讀書 有讀了沒有心得 甚至有人讀的更奇怪 說老師推薦書單都可以讀 這是一個真的很簡單的說法 有人就去讀了 只是說這純粹舉例哈 我已經忘了那個人讀什麼 譬如說就是讀史記 然後讀出一堆 跟幽默社會協沒關的東西 是我的問題還是你的問題啊 我教的是幽默社會協 我教的不是史記啊 那你讀書竟然說 哎呀老師有引到史記 那我去讀史記 啊 這我真的不知道 你的腦子是怎麼做的 第二個 你讀的跟我上課交的一模一樣 結果你並沒有講出 超出我上课讲的范围 我就更不懂为什么了 有人读四说新语 有一个同学很认真 说我读的四说新语完全跟老师的 下面要讲跟老师举例完全不一样 我认真看来真的不一样 真的不一样 有同学举的例完全一样 我觉得你根本没有读书们 你就读我讲义而已嘛 然后你读读心得呢 最好还能用上你在上课学到的东西 尤其什么老师教 你就用他学到的东西来读书 然后发现心得 这才代表你修这门课修到了东西 这门课几乎没有同学用到我上课 有同学提到说 就像老师上课所说的 那这都是不错的 表示你上课有来听 不然的话你的读读心得 像跟这门课一点关系都没有 这就是一个失败的学习 一个失败的学习 读心得要多长多短 我是没有规定 但有人两本书的读心得 只在一页上面 那真的简单到 我都觉得你有没有看书 我都非常怀疑 所以我给你很差的分 我给你打一个差就是这样 话要说得很精简 但是要有重点 你话说得很精简 但是不知道你在讲什么 这是有读书没有心得 甚至有没有读书都不知道 我平常都不会用这种很细的区分 我只有说我觉得你不及格 都觉得OK啦 或OK以上很好 我大概只有这三个区分的能力 所以我跟你说一下 所以你会拿到那读心得 我有时候下面会画线 下面会画线代表我很赞成 你讲那句话 我就不用再重复 good very good excellent 虽然我也写了 有人虽然写得太好 让我不知不觉一定要写上一个字 中文我也会写 如果我画线然后打个问号 就表示我不懂你为什么是这样想着 那你愿意跟我解释也可以 你不愿意跟我解释说 至少有一个读者 看这个读书是有问题的 让你知道 我是很认真在看你写的报告的 不是助教改的 我的报告从来都不是助教改的 因为我认为改作业是老师的责任 这点我已经非常非常old school这样 没有人这样的 年轻老师通常都不改报告 连出题都不愿意出的 我不愿意出题 但我至少叫你们出题 他们不愿意出题 叫教学助理出题 这我都不知道薪水该谁拿 好 这是三个作业 集体作业呢 我也没告诉人家怎么写 对不对 有些人就 很认真的把整个过程写出来 为什么我们会做这个 然后我们做了几阶段 然后我们后来找了什么人 有些同学会把参加笑话的人的笑话 全部列出来 然后说明为什么得到最后 这都说得很清楚 有的人就是 啪就随便写了一个 还有一个人好像没找到任何一组 所以没交作业 那这个集体作业呢 基本上一组的人是同样的分数 集体作业只有少数的组 不知道这个作业是干嘛的 这个作业我一开始就告诉你 我相信所有人都知道 只有你们那几组人不知道 上礼拜你参加那个时候告诉你 不是叫你去讲笑话 去叫你找别人来讲笑话 就有人就自己讲笑话 那比较灰色地带说 他们去收集笑话 然后回来讲给同主人听 然后大家来比赛 这点我也觉得有一点奇怪 但是好像还可以 至少是别人呢 但讲笑话用别人来传述这点 你都没想到这里面会有问题吗 有人真的比较会讲啊 那透过你的传述可能就失掉了一些东西啊 所以我不知道你们的整个思维是为什么 是那些人都真的没空 所以就怎么样 还有大部分人的那个作业 这显然不是花心思想的 就这不是你花了一个学期去想的 所有的作业我都一开始告诉你了 我这种学生 老师一告诉我就开始想了 我曾经在念大学的时候 有一门课是下学年才要修的课 我现在就开始想我要做什么作业 你要花时间作业会比较用心 真的会写的比较好的 那才有意义的 你就是知道啊 下来不要做作业 下来不要做作业 然后我们赶快 你人生都是这样过去的话 是非常可怕的事情 要有准备 尤其你修某些课 当然你如果把我的课 当成是一个随便混的课 那我就不想讲什么了 已经伤和气到这地步 最好不要讲话 如果你真的认真要修这门课 或修任何一门课 你的准备绝对是要提前的 我只是这样告诉你 所以那集体作业呢 基本上只有几组 只有一组的人吧 你们同一组的人是同一个颜色 两组三组的人做得比较差这样 其他的人做得比较好 那我原则上是这样 你如果所有的作业都是勾 你就是A 然后你少一个作业呢 你就从A降到B 你作业打个叉呢 就从A变成A- 依此类推 所以你的成绩是这样出来的 所以等到这个考试完了 确认你们都登记无误的话 我的成绩就会出来了 如果你有什么要说明的 请你在事后跟我说明 你在事后跟我说明 如果登记错了 请拿证据 好不好 反正就不要为难助理 助理只是今天来帮忙而已 有什么事情跟我说 我说了算 这是有关今天的作业 所以呢我们那个 第一堂课的那个 叫笑话采集的作业 认识同学的作业 以及集体作业 会放在外面 分成三堆放在外面 那会发给你们的 就当成点名的 是你的读书心得作业 少数同学交了两篇心得 可能不同时间 因为今天这次人不多 所以我就找时间 把你的作业定起来 我有一个无针定书机 非常环保的 我一直不知道怎么用 结果你们的报告一交 我就知道怎么用 所以你少数人是经过 本人的无针定书机 定上的 你原来没有的 所以你会从我这边 拿到你的读书心的作业 然后你去跟助教确认一下 然后你到外面拿 你剩下的作业 拿完确认无物 你坐在里面也可以 你离开也可以 懂吗 所以这是作业 你要全部拿回去 别忘了 别忘了 你第一个比较先考的人 你当然有好处是 你比较早可以离开 但是你如果作业没有拿的话 不要拿错作业 因为你们作举单张 所以请你看清楚 到时候任何人的作业 没有拿不到 我这边有登记拿不到 我会挂在你头上 所以这是这个作业 我等一下宣布怎么考试 这有没有问题 有关作业的部分 好的 接下来是有关这个 来先给你 考试的问题 考试呢基本上是由 所有的题目 由你们自己出 从讲义里面出来 对不对 好 所以呢我会叫到第一个人 这第一个人呢很幸运的 因为你准备不管多少题目 你只要问一个题目就好 但是很不幸的 你得等到最后才走 因为你是最后的那个人 要问你问题 所以这是一个零和的游戏 有地方你会比较有利 有地方你会非常不利 你很难碰到这么伟大的发明 我都觉得这是一个 不得诺贝尔奖是没有天理的 然后你上来以后 你就问一个问题 不要现在问完问题 就把答案讲出来 说在第几页 过去有人是这样做的 这是不对的 你要救人也不能这样 懂吗 要让他先回答 他回答不出来 我们再想别的办法 你可以想我也可以想 其他同学也可以想 如果真要救他 有些人也许不需要救 那我们到时候再看 所以他答完答对了 你宣布答案答对了 他就上台来 上台来呢 你就把你的礼物给他 要准备一个100块左右的礼物 付发票记得吧 到目前为止没有人中过奖 我知道 本来的话报纸会报道 所以他答对你就给他 他的礼物 然后你就到助教里面去帮忙 去检视你的其他问题 作业到底教了没 这个学期你就正式结束 好吧了解吗 题目不能重复 题目不能够是非题 目前我也希望不要选择题 虽然上一拜有说答案不能跟A不能再D这样 但我觉得你要先用简答题让同学想一想 不能的话你也许再救他再用选择题救他 我不希望你一下就无辱人家的智慧这样 请问下面哪个答案是对的苏东坡苏西坡苏南坡苏北坡 这种答案你将它录影了你80岁的生日的时候你要知道你的小孩会怎么笑你你的孙子会怎么笑你 那这个就是授权书 刚刚已经来了 就是因为是集体的 所以就一个人一个人填 要填你的姓名学号跟系级 其他资料不需要 不必填上你的电话号码 更不要写上你的生日 这样我就知道你的银行密码是什么 所以完全不需要 好吗 等一下在这边也可以填一下 那你要回答问题 因为今天录影还有有些声音的关系 所以他们会递给你一个无线麦克风 等下上台就用这个麦克风 然后我有我的这个麦克风 所以有三个麦克风 OK 好 讲话的时候如果太紧张 可以先深呼吸一下 OK 了解吗 然后我们播出来的时候 因为什么各知法的问题 会把你的名字声音给引掉 可是我们不会马赛克你 因为你不拍A片 所以 懂吗 终于会笑一点 有人说孙老师课其实没那么好笑 但很幽默 这不知道是赞美还是 不过这样的同学是很勇敢的 尤其在学习成绩还没拿到钱 就敢跟老师说真话 这种人将来我可以推荐到监察院工作 我们非常需要这种正直的人 但是我绝对不会希望你在我手下工作 我手下不需要那么正直的人 好 那还有什么问题要问呢 今天不检查讲义 以前都要花时间叫助教检查讲义 还会盖一个小胸围腻的章还是什么章这样 那表示检查过 最近没找到那个章所以就 不是 愤怒鸟 以前有阵子老师是非常迷愤怒鸟的这样 好那没有的话我们就开始了可以吗 有人要祈祷吗 不需要 那都准备好了 这时候应该有个音乐我觉得 也许该后置一下 这个名字不是随机的 我上次说过 我尽量让不要同系的人问同系的人 所以我如果看到的话 我先把名字摆一遍 虽然我已经应该经过一个简单的筛选这样 为什么要用投影 为什么要用投影 萤幕打在我耳朵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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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萤幕你要打在我耳朵上 萤幕打在我耳朵上 你题目打在我耳朵上 你有没有记在你脑子里 你题目很长 因为我是选项的 我不是告诉你不要选项了吗 可是我觉得 好 那我别提我还没提 没关系 没关系嘛 好 谢谢 哇 题目长到自己记不住 你现在终于可以体会到 老师出题的感觉 你知道吗 这让你又一个考生的紧张感觉 你一直都有 老师出题的感觉你没有 你到底要把人家难倒 还是要怎么样 你自己试试看 好了 第一个人 没有 还有没有问题 读书心得 忘了讲 常见的一般的错误是 你书的资料要写完整 很多人就写一个书名就结束了 如果你真的认真看我讲义 我讲义后面都有认真的写 怎么样把一本书的完整资料呈现出来 有同学注意到 他就几乎剪贴我的 参考书目的地方的方式 所以你书不能够没有作者 不能够没有年代 不能够没有书名 不能够没有翻译者 不能够没有出版社 很多人就写一个书 就好像就是假装都知道 这是不对 顺便说明一下 我看还有什么要说 还有有时候你隐证里面的话 应该加页嘛 OK 你不能说这本书里面 曾经说过什么 你不是小学生的 你做事情要稍微认真一点 好了大概就这样 好 第一个人 先举手 让我知道你来了 OK 好 那 你是记在手机里吗 没有 好 来 我直接问 你也可以间接问 好 好 虽然我不知道那怎么问法 好 这是 一下题 根据伯格森他认为喜剧中最常用的三种手法 是下列 呃 好 伯格森的三大 你可以再把题目讲一遍 請先站起来好吗 然后你再找答案 再讲一遍 那我再讲一遍 他要再把题目讲一遍 请注意听好吗 不要倒是在问什么题目 哎 不要作弊哦 我说过了哦 作弊是唯一死罪哦 会就会 不会就不会啊 麻烦你再讲一遍 根据伯格森他认为喜剧中最常用的三种手法 是什么 这应该在讲一遍后面啊 你不要因为旧的同学然后害了自己啊 跟害了他啊 我认为喜剧中最常用的 嗯 喜剧的三种 哦 哦好 呃 重复导致跟相互干涉 嗯 对 好 恭喜你 大家都很紧张怕你回答不出来 礼物别忘了 你上台的时候要拿着你的问题还有你的礼物 你下台的时候要拿着你的报告 还有你接到的礼物 对那是你的 那我看一下什么礼物 哇哦 你的礼物带了吗 有 好 哦这也要给他是不是 对那当然 中奖是他的不是你的 好 你要满满的祝福懂吗 这叫新年快乐就是这个意思 好 我要给 好 没有你要给下一个人 你先给摆在这里 好吧 没关系他第一个上来会紧张的啊 而且没人考过这种事的 可以吗 可以 你的礼物就那样子啦 好 来 这是你的 我的题目是 注意听 玩笑关系的 简单定义 玩笑关系 这也在后面 人类学方面的 对不对 老师都给你提示了啊 好 要回答问题的 记住先举手啊 这样你要消音两次 玩笑关系 大概一样就可以了吧 他都还没回答呢 人家搞不好知道得很详细 应该在很后面 最后一堂叫幽默的 理论的地方 对不对 那一大部分里面 然后大概中间的部位 那是人类学方面的 有一个人叫 Radcliffe Brown 你可以顺便再把这次做一个总复习 啊 玩笑关系 怎么样 我 我 先站起来好不好 嗯 谢谢你 啊 我 找不到那篇 找不到那篇 找到那篇 没有那个讲义是吧 那讲义不应该那么薄嘛 好 那你要换一个题目 还是你要怎么救他 他没有那个讲义 我换了我很久了 我想要我 那我换 我换一个题目好了 那个 就是 我们都知道 就是 第一个把 幽默翻 就humor翻成幽默 是人语堂 那 那为什么他不要叫做 羽庙 那时候有人建议他叫余庙 为什么不要叫余庙 那比较前面 那是白花文的部分 我觉得到目前为止 题目都是一般考试也会出的题目啊 这都是 非常非常正常的题目啊 他说 羽庙含有 口便随 基因对之一 然后他 这是略现其用法 就是在176页那边 好 好 恭喜你 他说好 耶 耶 自己说的 我都怕你这样把它举起来 来 注意听啊 这是爱尔兰 英格兰人 英格兰人 全选取叫爱尔兰人的什么是 这特色 再讲一遍 再讲一遍 我都没听懂 英格兰人 他们不是开族群玩笑吗 英格兰人会开爱尔兰人的什么相关的玩笑 好 好 要回答这个问题就是 好 你要不要做个选择题让他选 他做个选择题让你选 他 会笑他 第一个平常是笑他很胖 笑他很胖 第二个平常是笑他很脏 第三个平常是笑他很笨 这样子 二 二 然后你就卡住了 我说二 你就 你要不要坚持啊 二 我看你也找不到答案嘛 你要不要赌一把吧 那 改成三 对 你现在知道孔子说如果犯错就改一下就对了 懂吗 就这个意思 你礼物不少 你是 可以四选二 你礼物有选啊 太酷了 換你上来啦 他送你礼物啊 然后你要出题啊 你要带礼物啊 你有沒有带礼物 有有有 你礼物在哪里 这个 就是 你没有要给我 是我要给你 对对对 就是四个选哪 都可以 以上皆有啊 不是吗 妹妹要啊 妹妹要啊 妹妹这个答案啊 好吧 我也想到 你喜欢懂 好 好 發票喔 这是很复杂 各位不会懂 好 谢谢 你这负选题啊 有倒扣吗 那你自己的没拿下去 那你剩下礼物要干嘛 第一次啊 白问 好 好 来这个你等下拿回去 好 好 开始 请注意听 注意听啊 根据史记 中国最早的幽默始祖是谁 史记啊 最早的 要回答的问题是 OK 他讲的第一个人是谁 我现在等待 谁一站起来就可以回答问题 不必看讲义的 我觉得这问题都很容易 你知道吗 他问你说第三个是谁 那比较难 古迹列传哈 不是念滑稽 念古迹 OK OK 唇鱼什么 不太会念 不太会念 你要不要猜一下 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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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查到的那个是 装置在177 你再重新把题目讲一下 根据史记 中国最早的幽默始祖是谁 可是我们课上是这样讲的吗 可是是讲义上 讲义上 讲义上我是这样讲的啊 说是史记说的 嗯 真的 嗯 这我自己都不记得 在177 史记 在比较前面 177 这出题人有问题 170页是讲林语堂说的 OK 不是孙老师说的 OK 林语堂说到第一等头脑 如装生出现的时候 可谓中国之幽默始祖 这是林语堂说的 任何人说的不代表那一定是个对的东西 OK 这个也不是史记说的 哪有些史记说的啦 这里 下面才说太史空称庄生古迹 有说他第一吗 唉 我都觉得快变成那种 所以我要换一题 你题都出错啦 换一题 难道害人家不会 不用不用不用 他那题当作答案是对的 你根据答案来出题好不好 好 谢谢 你根据答案来出题啊 他只不会念第三个字而已啊 那是念坤 OK by the way 好 你根据他答案 孙老师认为的 那个中国幽默始祖 晚上不要梦到林语堂这样 出题去小心一点好不好 注意一下 上下我们注意一下 尤其什么第一第二的这种东西 要小心一点 好 那你要把 你的礼物要送给他 我是这个 因为我爸爸刚好出国 然后他去日本重神买 所以他没有发票 所以他买了很多个 然后我就带了一个过来 这什么东西 日本重神的雕士 对 好 谢谢 祝考试顺利什么之类 谢谢 好 然后麦克风给他 一步一步来 好 我再把一个椅子给你们 你们东西显然 不够白 谢谢老师 好 请注意听 他要出题了 来 谢谢 我的题目是 是 根据 CLAB1949年的研究 愚人和常人有分别 主要是他的为人和行为有所偏离 那 愚人偏离常人的三大特征 是什么 好 这在比较前面啊 那个角色的问题 对不对 好嘞 要回答这个问题是 是吗 是吧 你刚好翻到那页 酷 超强 是超强的 你该买乐透 一 过度夸张或不足 二 证实了愚人的弱景或不负责任 三 愚人冒犯了礼节 而不是冒犯到名德 好的 恭喜你啊 我觉得应该跟球赛一样 什么MVP啊 奔 本考是最幸运的人 刚好翻到那一页 刚好出到那一页 这个有一个笑话我忘了讲 这我发明很早以前的笑话 这是一个意志题目 请问太空人阿姆斯壮登月 讲的第一句话是什么 知道 请举手 太空人阿姆斯壮 最近他过世 他登月的时候 讲的第一句话是什么 你们没有学到吗 人类上的月球 讲的第一句话 那为什么不举手呢 你们大概都知道是这句话对不对 这句话是错的 这句话不是第一句话 第一句话就是你拿起麦克风 会做的那些 喂喂 那是第一句话 或者叫美国人就是 1 2 3 test 1 2 3 test 好 好 这是你的作业 这是你的作业 那我要出的题目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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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tricia的 将过去的幽默理论整理成八项 那随便提出两项 随便提出两项 就是过去幽默的理论 Patricia Keith Spiegel 是不是 要回答这问题的是 就是 就你 来 你不是考完了吗 你往那看一看吗 悠悠乐乐或是惊奇乐 就两个就好了 你看我干什么 他都说嗯了你还要怎样 他脸好红 真的他脸好红 这不是相亲节目你脸红 你这样干嘛 这考试同学 那你又是干嘛 你们两个真的是很热闹 你拿了那个掉这个 我礼物掉了 根据那个朱利乌斯提出的笑 有五个重要面相 是哪五个面相 那是在西塞罗论笑对不对 对 好 先举手 让我知道你来 好 那个朱利乌斯应该就是凯撒 再问一次怎么是你讲的呢 奇怪 你们这些人 根据朱利乌斯提出的笑 有五个重要面相 涉及笑有五件事情要考虑 请问哪五件事 他的性质 请站起来好吗 谢谢 他的性质 他的来源 然后第三个是 演说家在讲话中要 要不要不自觉的笑 第四个是笑的限度 然后第五个是可笑的事情的限度 到目前为止 我没有看到任何一个人把讲义 印成一本书 以前有人把他的讲义 全部就印成一本书 翻起来就不会像各位这样 飞来飞去 装定一下 有的好像只要20块钱还多少钱 有吗 应该有 这种都是很认真的学生 答不出来我都救你 基本上保送上一类 你也有吗 放这也是一个办法 我就不懂 大家都是大学生 都是要考试 我规定一个 为什么有人就想得到这种方法 有人就想不到 然后就满天飞这样 所以你不必走入森林 你就知道有些事情 你就可以make a difference 好 那你自己的别忘了拿这个 这是你的 好吧 来 就是社会学的研究方向和成果 根据Find在1983的整理 然后还有列出几个方向 然后 幽默社会学的研究方向 应该这样讲 然后就随便讲出几个就可以了 随便讲出几个呢 一个 这就好 好 要回答问题的是 好 听懂了吗 第一幕 好 听懂了吗 第一幕 好 好 好 可是 有人 诶 礼物要亲手交给人家 就这样拿一纸 这是不礼貌的事情 好 这题很简单 答案是要回答的是 好 谢谢你 只有四个字 是不是 答案是四个字 你上这个老师的课 不知道这老师讲的基本原则是什么 只有四个字 诶诶诶诶诶诶诶 我看得很清楚哦 刚好在这条线上 如果他要求救也让他自己讲好吗 这是考试别忘了 确定好 请看着台上的人回答问题好吗 不敢相信是吧 恭喜你 还有一副不可自信的样子 你看没看他这样 好像在侧眼眼睛能看多少焦距 为什么要从那边绕过去呢 这不是有一条路可以滚啊 因为有包包 好 了解 好 这是你的 好 这是你的礼物啊 这是我的礼物 那你拿到的礼物是在袋子里 好 我的题目是 根据思索星 请问谁说了小识寥寥大卫经家这句话 哦 这是诱惟常识嘛 你赚到了啊 你赚到了啊这题 你赚到了啊这题 确认一下 哪没有那么简单 这事情我小时候就听过这个故事 我都知道是谁 哪个字不会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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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 孔下面那字不会念 哪个字不会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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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蛤 是吗 简体自识 简体自识 等一下 有吗 一个火在尾小包尾 一个火在尾小包尾 OK 好 尾小包火大起来还是尾小包 好 好 那这是另外一个人 好 好 我的问题是 冯梦龙搜集的笑话分成几类 几类 你要答案是数字 对 数字 好 好 来了吗 举手 好 谢谢你 就是 提问就是 就是小虎那一个 冯梦龙搜集的笑话分成了几类 对 很多人的读书心得竟然写酒类 我又不知道为什么 你先放这好吗 谢谢 麦克风 来 谢谢老師 我要问的问题是 David把 根据四个标准 将政治优惑和权威的关系分成四种 然后有四个判准是哪四个 好 要回答的是 好 好 四个判准吧 来 请站起来回答好吗 谢谢 目标焦点接受度跟呈现 好 恭喜你 好 恭喜你 好 我的问题是 就是 就是 Humor在希腊文的意思是 知译 对 然后请问 希腊人 认为哪四种知译 可以 控制人的健康跟情绪 好 这题非常的简单 而且很重要 是这堂课的一个基础 好 第一个是血液 第二个是黏液 第三个是黑胆肌 第十个是黄胆肌 很好 那是什么 香香的 啊 蛤 嘴 我的问题是 就是 有一位 以忠無虔誠 就是他因為某一個書 然後就是富有聖明的書 就被稱為什麼什麼教主 那那個什麼什麼是什麼 我懂 我相信他每個都懂 要回答問題的是 賺到了吧 誰 舉手 好 我覺得出題也應該得個好人講 像這種題目都是好人講的題目 你知道嗎 當然也要有爛人講了 還要看嗎 再問一次 請站起來好嗎 就是也會禮宗無虔誠 他因為某一本有名的書 被稱為某某教主 我要問那個什麼 某某是什麼什麼 這兩個字是什麼 不是OAOAOA的啊 那個前一個同學你的作業沒拿回去 這是妳的 好不好 來 我要問的題目是 就是在雙耳之間那邊把那個 蛤 蛤 蛤 怎麼先把 不能這樣 換一題 本來就不能這樣 哪有人先把答案 先告訴你答案在第十五頁 這才叫考試嗎 這叫解題 懂嗎 這是Steven他認為過去 美國猶太的幽默特色有哪兩個 好 要回答這個問題的是 這是這堂課 各位同學認識同學 最後一次機會 這是Steven他就有對美國猶太人的幽默研究 那他認為過去美國猶太幽默的特色有哪兩個 我要在這邊打個岔 你們這代人很奇怪 好像跟這人都很熟 說Steven Steven是誰啊 我們那代人一定要全名講出來的 懂嗎 就好像你說那個忠心的課啊 你覺得怎樣 忠心是你叫的嘛 時代不一樣 在族群跟文化跟幽默那裡 是不是 宗教那裡 對不起 在宗教那裡 謝謝 I thought you would never ask 我已經看很久了 我超愛吃棒棒糖 是啦 這不是上課嘛 真要凹就是這樣子凹的嘛 想吃的時候 我喜歡那種圓圓的那種 這樣吃起來好有感覺 上次有人送我一個那個 我大概吃的時間跟打開這個包裝紙時間是一樣長 我這樣打半天這樣 我走路從大恩聖殿公園對角線走回家 等我走到那邊的時候才整個這個場才打開這樣 整個過程這樣都打不開這樣 找不到Steven 你找不到Steven Where's Steven 好 提示他一下 不要講夜宿 不要講夜宿這樣的事情 我覺得這樣太無腦了 你就告訴他四個選擇給他選兩個什麼之類好嗎 這樣可以嗎 好 謝謝 A 是中角來源 然後 B 是太胖 然後 C 是對少數民族狀況 然後反應出被壓迫的事 然後 中間是太胖 兩個喔 兩個 有兩個 A 跟 B 對 Wow 我才吃糖 她就說太胖 你看 喂 喂 我要問的是就是 哪本書是現在已知最少的消化值 啊 這題也是無腦題 賺到 那個書名是我翻譯的啊 現在沒有中文沒有這種這本書啊 提醒你一下 麥克風交給他 我想要是體溫機也前面有一顆糖 小朋友一定會含在嘴裡含很久 最後可以量到這是技術的問題 你們這個班上修正門客人可能是唯一知道愛笑人這本書的 因為沒有中藝本 好 欸 你的那個要拿 不是 那是 不是 那是 有 有 有 摩瑞爾他提到 他提到 1983年他提到說 最早而且流傳最廣的 本上話的理論是怎麼 理論 啊 這在最後一章 有沒有唸錯 有沒有唸錯 沒錯齁 好 他是帶電腦的 他是帶電腦的 就是摩瑞爾他1983年提到說 最早而且流傳最廣的 笑話理論是怎麼 邀約論的 我想總有一天 如果再繼續教書 我會出一個考古題 題庫 然後由電腦來隨機選問題 然後來隨機選人來發問 這非常酷的一個 也不用你們出題 來 我要問的是 為什麼美國的律師消化比歐洲盛行 這答案很長欸 就是講個概念就可以 講個概念就可以 好 因為應該 其實還滿多影響的 就是美國律師很多 然後再來是美國的律師文化 大家都知道就是美國的律師是非常比較 比較算是一個強勢 就是大家會把他在笑話裡面 把他定義為很聰明 但是很奸詐 很狡猾 然後因為美國這個比較 我不知道怎麼講 就是他就是 等一下 等一下 你這段話要小心 講出來可能邦交就斷了 沒有邦交嗎 還是會斷 就是 他是美國 他是美國 就是美國特的一個文化 和秩序的產物 那 與其他先進國家比較不同 就是上面寫的 美國之外還有先進國家 不是 前進國家比較不同 就是上面寫的 可是我覺得是因為 就是美國 大家都算是一個 就認為律師是一個很討厭的職業 因為太多案例了 就是很多那種 律師可以把別人告到 或告到怎樣怎樣怎樣的案例太多了 所以大家就會 算是半嘲笑半公司這個律師 對 就是 不是我問的是他有 為什麼比歐洲更新的 非常多 後面有講到他 是因為 美國跟歐洲的 在法律的依賴有點不一樣 你意思說因為 大陸的海洋法 不是吧 就是這個吧 我們可能 你的回答完了 我們跟歐盟的關係也斷 好啊 那很長耶 We got all day ok 那就是 美國主義的精神就是 法律契約和競爭 然後 然後 就是 呃 美國人精神的意義就是律師嘛 因為他是一種 對一種不斷的追求的 金錢 還有一些合理程序的團團 然後長久以來 被整理的法律關係 然後 因為美國強調 強調個人主義對競爭的強化 其實很明顯 就看電影 超人都是一個人 可是你看日本的電影 或是歐洲電影 他們都是一群英雄一起合作 正義聯盟也不是一個人了啦 一個人已經擋不住了 美國崇拜是英雄主義啊 我覺得這還滿 這我個人見解 這我個人見解 然後 日本人崇拜庫斯拉嗎 日本人比較強調團隊 你看他們不是什麼 勇氣愛與智慧那些 就是一群人一起 可是美國就常常一個人看 之所以就說 我是孤獨的勇士這樣子 不是都這樣講嗎 插完影之後 最後一個人這樣子 對吧 我看電影都這樣寫 然後 然後 就是大概 這樣子 然後 歐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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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很多 因為 歐洲 他們 歐洲 歐洲電影我比較想看 歐洲就是他們 呃 因為 歐洲地方缺乏美國一些文化的回響 歐洲 歐洲的話 他們就有他們自己比較盛行的 像什麼共產黨 或是猶太人那些笑話之類的 或是像英國就是 嘲笑蘇格蘭之類的笑話 那 就是 你現在是照講一講 還是你自己在拍啊 你突然間 你要不要給他救他一下 我看他已經 在歐洲不知道哪一個國家 回不來了 還不是那一張嗎 還不是那一張嗎 好多張 他要救你一下 你等一下不要急 不要急 可是我剛才那一頁沒有啊 我剛才去拿那頁講 可是 講光好喝 喔 好 呃 好那我再講 歐洲 好看到了 就是 就是美國的 在美國政治法律和律師的地位 社會地位都比歐洲來的有意義 然後 可是他那我怎麼沒講錯啊 歐洲 美國比歐洲更強調個人主義 怎麼沒講錯啊 然後 80歲的時候 你可以回去看錄影帶 然後 然後在西歐和北歐 法律和律師只是日常生活現象 法律是政客 不育機構民間下的中的重裁者 可是在美國法律是人們依賴的制度 這你沒講 這你也沒講 好 那美國法律比較好 農料計謀案梳林啦 而會不會結果是否公平合理這樣 這你也沒講 可是我覺得 很多事 有公平合理來看 因為還是要考慮程序或一些 因為 律師 照講一講好不好 不要自己講起來 我可以講 好啊 不好意思 好 那你講完 我想你80歲的時候會非常快樂 這樣 可以嗎 好 他講完我願意跟他約會的人請舉手 只是好奇而已 至少這考試有一點小樂趣 好 好 那我又講老師上課提到的注釋 那很簡單 我覺得只要大概知道 也看都知道 聽都知道比較重要 看都知道 也都找不到 聽都知道 好 好 就是 然後講一內有在那個 這樣可以講那篇嗎 好 就是老師趕快 我不講夜數沒關係 OK 你先題目出來OK 就是老師講一內有提到 就是愛笑人裡面 比較一個部分 然後他就叫 英文叫做 man of the man 大話乞丐 然後老師有特別解釋 那個大話是什麼意思 唉 真簡單嗎 是廣東人都知道 好 那還你們 放在那裡講 喂 好 就是老師講一內 愛笑人特別有提到 有一個部分嘛 有很多分類的笑話嘛 然後有一部分是 man of the man 然後 英文叫man of the man 然後中文翻譯 他是給大話乞丐 那 他有特別講大話是指什麼 這我講過至少兩遍到三遍 對於大話這件事情 我不能知道 是說大話的意思嗎 說大話是什麼意思 這就是 蛤 可以給提示呢 給提示他已經受了 就是 你們平常玩一種就是有五十二張卡片 然後有四種花色的一種 還有遊戲的名字 的其中一種遊戲類是 說他 不是 當然不是 不如回答 那你能用字面解釋另外一個就是跟種動物有關 你這張有幫助嗎 你這張有幫助嗎 比如說 沒有 這餅乾 可是這張我覺得無價 無價 沒有 一千個魔法師 我覺得無價的卡 這是我的信用卡 你可以盡量說 這才無價 OK 那個 西塞羅曾經說過 效的限度是在於 有哪兩種事情不適合用嘲笑的方式來講 聽得懂嗎 聽得懂嗎 聽不懂請他再講一遍 西塞羅曾經說過 效的限度是在於哪兩種事情不適合用嘲笑的方式來公布 聽得懂 聽得懂嗎 三期同學 你有沒有容易一點的題目 他外國人 日本人 所以 可能分かりません 那我給他選項 好 給他給你選項 就已經 有四個 然後選兩個 第一個是 非常 等一下 不能夠太肥跟什麼 什麼 OK 開始 我現在講四個 然後有兩個 是不適合用嘲笑的方式講出來的 第一個是 很邪惡的事情 然後第二個是 很開心的事情 第三個是 很悲慘的事情 然後第四個是 小時候的事情 有兩個 對 很邪惡的 很邪惡的 很邪惡的很悲慘 不是我在想的答案是A跟C還是E跟3 我是考慮這個問題 好 那個麥克風換了還是這樣 是不是 我看有些同學 沒有 有死好死壞 我知道看得出來 我覺得應該 歌手應該唱一首歌叫做麥克風死好死壞 哈哈 蛤 蛤 那個你的作業沒趕回去 就是你的 好 我的問題是幽默的技巧有哪些 幽默的技巧有哪些 这我觉得也是白送题的 你要他们回答几个 那你要他回答几个 万一我要叫你做选择题 你要准备好 回答两个 是这样念的吗 好 幽默的技巧 嗯 语文真是为己 是 对 嗯 那个我要问反转幽默的定义 啊 ok 你要想办法救他吗 我刚好想要答 在 就是对一个之前的消化作品相反 有一定消化 还有改变了消化的说话 人和句话 人的一种带路之间有种状态 所以你要求人家 反而被人家求了 譬如说 好 你要回答这问题的时候 的 是 给你 伤害的东西竟然藏在巴黎 哦 你还能知道帝国主义的问题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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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問的是那個老師在講孔子的時候 他講到有一個是老賊不死 然後在老賊不死這個故事 老兒不死 視為賊 不是老賊不死 OK 然後老師說這一個故事 就是他歷史上都是怎麼被解讀的 然後老師又用了什麼方式來解讀他 然後你覺得怎麼樣的解讀 你覺得比較喜歡 比較合理 好 好 好 只有老賊不死 老賊會死 喔 我看到了 喔 恭喜你 是老兒不死 視為賊 後來姓成為台灣政治改革史上 老賊下台的口號 Yeah Vivo Vivo 是嗎 我沒有問這個 是嗎 欸 我看到了 我看到了 你又看到了 我真的很好 你說老兒不死 視為賊嗎 對 那個歷史上是怎麼解讀的 然後老師又怎麼解釋 嗯 他是以嚴肅模式來解讀這件事情 那如何解讀你知道嗎 如何嚴肅模式解讀這件事情 嗯 嗯 他說這整件事情呢 就好像在開玩笑一樣 這嚴肅模式嗎 等一下 這好難喔 你這下看不到了 嗯 嗯 你要不要救他呢 你要不要救他呢 我歷史不好啊 上面有寫吧 什麼啊 等一下 你OS都會講出來嗎 可以再講一次嗎 拜託 就是歷史上的人都怎麼看待這件事 然後孫老師又怎麼看待這件事 下一位 我們是有同一項嗎 下一位 你知道耶穌嗎 就內葉嗎 他說 他是誰啊 為什麼他說 團口的人 她說 我第一次講的答案不是對的嗎 那一個是對的喔 喔是喔 那一個是對的 喔所以對了喔 前半部嚴肅模式是對的 不會嗎我就覺得 嚴肅模式然後新的想法是說 可以用幽默模式來看 對 還好有吃糖啊 謝謝你 不然我馬上昏倒 你要不要替你的八十歲生日 留一個Yeah的手勢這樣 這個等一下換別人 那我有訂起來 恭喜妳 謝謝 妳應該多常來上課的 我有來 但是妳都沒有講話好可惜 嗨大家 那個我要問的題目是 老師在就是上學期 不是上學期啊 就是在學期比較前面的時候 有教了一篇叫愛笑人 也會有發講義 然後這個 好跟他講 這個不行 好這個愛笑人 是最早的笑話集 然後他裡面講的超級多的例子 就像剛剛有提到的大話乞丐 那再舉一個就是他有提到的 喔這是妳的題目啊 妳的前言太長了 妳的前言太長了 她要準備的時間 好 先舉手 好 他前言比較長 妳可以不要理 但是妳的答案很短 妳的那個在那裡 報告 好 妳的禮物呢 這裡 好 愛笑人 妳要嘻哈嗎 有啦 他看到了妳應該聽到了這樣 然後我就變耶穌了我 類似的例子像大話乞丐那樣的意思嗎 就是那個講義裡面啊 列了很多不同的角色 就像大話乞丐 那再講一個其他的 就是有列出來的都可以 讀書人 耶 對了 我很怕他回答小話乞丐 我就真的需要消化了這樣 以後歡迎妳繼續修我的課 多講話 記住 你也是 以後修我的課可以 無條件免加千 免什麼加千這樣 不必排隊可以加千 來 我可不可以看一下妳的禮物 妳繼續問 我不會拿走 我只是看一下 就是 humor這個字元跟翻譯 有不一樣的語言跟文化差異 然後 有很多不同的語言 那妳覺得 這些語言裡面哪一個 妳自己覺得最符合humor這個詞 好 對 好 完了哈 好 哪一位哪一位哪一位 好 因為你們忽然間一群人有動作 我都不知道是誰講 講義第一頁 可以嗎 請站起來好嗎 謝謝 你 為什麼 是 因為他 我覺得 這 真正有心情 客氣 有心情 客氣 沒有 好 campus 這邊 他問的是道格拉斯 他說笑話形式有四個層次 請問是哪四個 這是道格拉斯 不是瑪麗 他全名是Mary Douglas 你再把問題講一遍 是道格拉斯 好 道格拉斯 瑪麗 道格拉斯 他的笑話形式有四個層次 請問是哪四個 喔 你 謝謝 我剛好沒 就是發現我沒有那個講義 不好意思 你去拿什麼 借個獎益 喔 還是我可以借獎益嗎 你決定吧 整個事情我覺得很奇怪就是 你要借他獎益嗎 我要跟別人借 喔喔喔喔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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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個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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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到了 我看到了 哈利路亞 消化結構 社會結構 身體控制 情意識 擺脫意識的控制 謝謝 斷開連結 斷開連結 我看你們八個歲的時候 生日的時候 已經不知道這段是幹什麼的 我是這個先給你 喔 謝謝 謝謝 這我剛剛已經吃了 謝謝 謝謝 啊 那是荷蘭的那個 你看我點心吃到連哪一國我都知道 來 我要問的是 就是老師在一開始課堂上 就是講了幽默 就是很多的翻譯 那老師那時候有補充一個字 然後我想問這個字怎麼念 喔喔 喔 老師那時候有補充 喔 對 對 對對 好 這好像他們研究相聲的人用的字 我們在台灣不都說梗嗎 對不對 他們說是梗 啊 那也是禮物啊 果汁 啊 好 就是前面老師前面的課的時候 有講到一個理論叫做帕貝孝 那可以講一下他的定義嗎 喔 帕貝孝還要講定義啊 對 我覺得這時候應該有一個說法 如果你要找的是什麼 請按一 然後什麼是請按二 這就是稍等一概的意思 他界定為兵太子恐懼 擔心自己在社會辦理之前被當成嘲笑的對象 沒錯 這跟帕金森是正代差不多 好 你把東西收一收 免得 你要給他的 這是你的報告 謝謝 謝謝 我要問的是就是李中武的那個後黑學裡面啊 他那個後黑分成哪幾種層次 想要舉就是那種層次舉一個人 歷史人物的 就是他的性的特質就好 在嗎 好 有三個層次 然後各舉了三個人 各舉了一個人 總共三個人 對不對 沒關係他只要舉一個歷史人物 他的特質就好 只要舉一個人就可以 對 所以這比周年慶還便宜 有聽到嗎 有聽到 好 這麥克風有點問題 所以你八十歲的時候 你可以隨便填上說你是怎麼回答的 沒辦法 好 好 那 就請你上來 然後帶著你的禮物跟問題 然後他要給你 他的禮物 你的禮物是給下一個人 對 好 好 我想要問的問你是 滑稽技巧的三個主要判準 滑稽技巧的三個主要判準 這在哪一個部分 在最後那個獎勵一下 ok 好 那個 ok 聽得懂嗎 可以 好 好 因為他們是交換生 所以有時候得考慮一下是不是聽得懂 我上回有兩個交換生是廣東人 我就叫他們用國語念完以後用廣東話講一遍 這個你在社會學內門課的考試那一章可以看到 蠻有意思 好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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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問題是 幽默的風格有兩個指標 那請講出哪兩個指標 幽默的風格有兩個指標 是Ron Martin 2003年的研究 這在前面有 後面好像也有 好嘞 幽默的風格 很好 你的那個報告別忘拿回去 等一下別忘了 你東西可以先放下來 我的問題是Burger條列了45項幽默技巧並分成四大類 請任舉出入兩類 這不是剛剛出過了嗎 對不對四大類剛剛有出過 然後也是兩類啊 嘿 那我會問白痴啊 請任舉三個跟幽默有關的名字 這怎麼會白痴呢 我還以為說請問孫老師的名字是什麼 好啊 好 可以喔 夠白痴喔 對不起啊 開個玩笑 為什麼你還會覺得我會 接下來問比較白痴的問題 我覺得所有問題都沒有白痴的問題啊 智商有人高有人低啊 有些你所謂白痴問題對人家來講就是一個很深的問題啊 我們在台灣都喜歡 我想對待我們教育的問題 我們常常覺得你這問題很白痴耶 我在美國沒有人 老師裡面沒有人講過你的問題是白痴的 所有的問題都是好問題 好 好 根據FLAX的研究請隨便舉出一個擺脫愚人角色的主要途徑 好 等一下你拿回去啊 謝謝你 擺脫愚人的 所以 所有的界線聲都在盲線中 要講幾個 要講幾個 展現人性 激起別人的同情 擺脫愚人角色 這個同學萬一要去求分數的時候 每個人都會這樣 不學而會的 好 同學裡面有一個人講了一個笑話 說他 騙老師說他祖母死了 沒去上課 後來老師來了 然後他的祖母就說 哎 老師你趕快躲起來 他說不行啊 我已經騙了他 你死了好幾次 結果他祖母就很尷尬 就出去見老師 他說你不是已經死了嗎 他說對呀 現在七月半啊 公開場合說民族若莫德特倫有五種 請說其中一種 好 你們那個沒有在課堂上講的那個笑話採集 有些人採集的笑話非常好笑 我自己看的時候忍俊不已這樣 我那天還跟我的美國親戚用英文講笑話 講那個測謊的機器人的那個笑話 他們也笑得快昏倒 另外一個沒有講的是 一樣的類似的 就過場一下 那個兒子問爸爸說 爸你跟媽求婚的時候有沒有跪下來 爸說沒有啊 你媽說不必跪啊 他說為什麼 他說以後有機會跪啊 我也用英文講這個笑話 結果很好笑 要提示嗎 在那個笑話與族訓 笑話與族訓那張好像是最長的一張 你再把題目唸一遍好不好 好 在公拍牆裡面要說民族幽默的策略有五種 請說請說一種 蜘蛛一個字我解嘲的名字小話 好 我們大概剩下的人不多了齁 好 所以 好 那個人編輯是侯寶林的兒子叫侯欣 我剛剛聽成侯栽磊 我想不會吧 還好剛剛有一點補充血糖 回答的問題是 OK 第一個是 好 好 我要問的是 產生魚人的情境有八種 講出其中一種 你們好像對魚人那張特別有興趣 我現在發現 是有什麼意思嗎 你剛剛說什麼 啊 產生魚人的情境有八種 產生魚人的情境有八種 展現出弱點或者錯折的方法 好 接下來題目不能跟魚人那張有關了 我要用寫的嗎 你要用寫的喔 好 以前有一次有人用眼的 你好寫這個字啊 好咧 請問這個字的字意 就解釋就好 就是名字 它翻成中文的名字 你 好 不好意思 這裡說應該哪一個講解的理論 在那個理論 跟 這我好像寫過兩三次 在黑板上 我希望答案不是社會學 有點像 哇 好多字好像 你再提醒他一下 我看一下 跟蘇文華絕對沒有關係 老師上課講過滿多次 這可以怎麼提示呢 也沒什麼好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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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年輕的時候 學到一個英文字叫WC 結果呢到了美國 沒有人知道我在講什麼 你們大概現在不學了嘛 叫Water Closet 可是我到美國 沒有人知道這是什麼東西 你問人家 Where is WC 他講 哈 McDonald 他不知道那是什麼東西 我們大概學的是 英式的英文我想 我到澳洲去就很多寫WC這樣 就跟人類的生理現象有點關係 你這樣講沒幫助 沒有 打瞌睡也是 骯髒的身體 他有沒有聽到 沒有聽到 他很認真在看 你聽 你要不要出一個選擇題讓你選 好不好 好 出一個選擇題 好 我幫你出第一個答案 第一個答案是社會學 好 我幫你出第一個了 好 那第二個是心理學 哈哈 第三個是食分學 第四個是營養學 啊 食分學 嗯 恭喜你 沒有選第四個 這次看起來很酷喔 然後這個答案很爆笑這樣 嘴在那 我要問一個題目是 李中武的後悔寫 尤其他是改寫跟拼貼哪兩本 經典弄成的作品 尤其是四書裡面的哪兩本 倫與夢里大學中庸的其中兩本 這好像選擇題 兩本嗎 我寫兩本 對 兩本 其實應該有三本 好不好 在李中吳那一張 OK 不過這答案可能不太正確 我現在想到 真的我講義可能沒認真做好 稍微說明一下 好像不太正確 應該不只是這兩本 這題有點深度啊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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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嚇死人 喜劇綱論綱的 喜劇綱綱了OK 喜劇綱綱綱 你的深度馬上就露出來了 喜劇綱綱的綱綱 唉呀這句有深度啊 是你好 謝謝我觀光 那是好嗎 有深度啊 不過我想你80歲的時候可能說 那個人姓易明明這樣 就是那個希臘人嘛 易明 See 就像各位以前念唐詩的時候 不是有叫吳提嗎 好多唐詩都叫吳提 對不對 我覺得那就是緊急交作業 來不及寫上名字 就是吳提 幽默開放論 或者是種族群幽默禁止論的論點 有嗎 沒有 沒有 用英文寫作業的人 你 對不起 難怪 可是你寫非耶 確認一下 對不對 對啊 不是我的錯 你寫錯了 OK 聽得懂嗎 OK 好 請舉出那個種族族群效果 擁抱開放論的論點 或者是禁止論論的 誒 這題目改了 沒有改 你剛剛只有開放論呢 沒講禁止論 沒講禁止論 禁止論 禁止也有 我就非常的困惑 好 我要問的是那個Nicholas J. Garfield跟Anthony J. Chapman 他們的對性別跟幽默關係的研究裡面 他說女性還是男性比較欣賞性幽默 再講一下女性或者男性比較欣賞性幽默是這樣嗎 對 OK 所以答案是女性或男性是不是這樣 對 二選一 A 是嗎 你答案答了 男性 對 超有自信的 謝謝 不能問魚人的問題嗎 不能 可是你看我準備好了 沒有準備別的問題嗎 有 好嘛 比較喜歡魚人嗎 我知道大家都喜歡魚人 可是每個人每人想被弄魚 好我的問題是有關政治幽默的四種類型 這我問過了啊 沒有啊 像是判準這是類型 哇 哇太酷了 我想有一天會不會很荒謬有一個人來說老師這不是我的作業 可是你不是叫這個名字 對 那為什麼不是你的作業呢 因為不是我寫的啊 這我覺得很酷啊 他承認不是他寫的他買來的 三一型 三一型 然後 暗中 不換型 沒有 天父型 謝謝答對了 哇 我覺得你們兩個這樣對起來講好像都認識了 串通好了 太順了 沒有啊 我知道沒有 你們有人寫中國笑話書的這個 那個都會把那個笑寫這個笑 我來問的是那個幽默語言的構成唷 我分非語言幽默和語言幽默 他的語言幽默有四種 那我想問就是對別人有四種 各位對於顏色幽默除了所謂黃色幽默 除了所謂黃色幽默 黑色幽默還聽過什麼幽默 有白色幽默嗎 沒有白色謊言 沒有白色幽默 好 Anyway 好啦我們剩下沒幾個人 我的問題就是剛有講到怕被笑這個理論 然後後來他延伸出一個叫做什麼什麼情節 什麼什麼情節 沒錯齁 來舉手一下 怕被笑 他有一個英文叫什麼什麼 complex是不是 忘了 忘了 那他不可以講出答案來你怎麼辦 中文 你看中文的 好 你知不知道在哪一張 知道嗎 你看嘛 那你這樣翻有什麼意思呢 來就他在哪一張至少 在很前面很前面很前面 很前面很前面這沒幫助嘛 15頁以前 15頁以前 我知道你的電影叫12頁 在12頁以後 可以免事修本人的課啊 就是那個怕被笑這件事情的話 引申出一個名字叫什麼什麼情節 什麼什麼情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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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對 我覺得你在對行 你說對嗎 Are you sure 蛤 為什麼要背對著我 為什麼要背對著我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這是我要問的問題呢 就是請問校服的作者 黃孟龍先生是什麼主人 我以為是什麼星座 為什麼要笑成那樣呢 你廣東人嗎 不是啊 不是啊 好 什麼什麼主人 三個字好像 為什麼笑成這樣 這有那麼好笑啊 這主人 我 蛤 哦 好 為什麼正式不笑了呢 我知道 請 謝謝 好 謝謝 誒 誒 又後悔絕了 從現在開始不能 他完了以後不能出後悔絕的題目 好的 一口氣也完好嗎 你記住啊 真的啊 我從來都記不住 我每次衝破都泡蓋送 我記住的是這個 但是只有五個 剩下七個人 連第一個還沒走的人 八個人 是誰在1992年提出喜劇的三個條件 是誰在敲打我窗 好的 你再把題目念一遍 是誰在1992年提出喜劇的三個條件 對 我真的希望你們八十歲的時候知道你們當初在幹什麼這樣 謝謝 我的問題是 在前中書的修校裡面提到 西洋城女村 孝稱新洋者為銀孝 是金銀的銀 然後而賈猶莫就像拆了千的尾幣 所以 有人算是 什麼 就是 孝正新洋是銀孝 那 賈猶莫算是 什麼孝 聽得懂嗎 前中書那張只有兩頁還是三頁 兩頁 對 可以請問 可以提示一下頁嗎 大家在哪 我可以提示你就是 賈猶莫就像 參了千的尾幣 他的千的尾幣 你要不要做一個選擇力給他選 我怕他變成說參孝什麼之類 就是 A是金銷 B是鐵銷 C是千銷 C是銅銷 C是銅銷 我可不可以加個E K銷 為什麼答案都在C呢 因為我維他命C 這關係嗎 各位知道現在鉛筆基本上沒有鉛了 以前我們小時候有人用鉛筆寫字之後 會在舌頭上點一下 那聽說會鉛中毒 然後最近有鉛筆工廠的人說 現在的鉛筆不是用鉛做的 絕對沒問題 可是現在還有誰小時候寫字這樣 以前歐幣上很多人這樣寫字 好 麥克風 麥克風 關於 關於 《百育經》這一篇裡面 他有提到說 印度古代一種講故事的題材 是指將一些小故事集合在一起 請問這個是什麼題材 終於有《百育經》的題目 把小故事抽在一起 中文叫什麼 《百育經》 你這個頁頁的不太有信心 好 謝謝 你別忘了拿回去 好 來跟他講一下 我來問的問題是在《笑與永樂理論》當中 《百育經》對於滑稽的分類有五種 請問是哪五種 好 好 好 剩下三個 三個報告還沒拿回去 我看你們拿大包小包 我以為要七月半到了這樣 我要問的是 關於幽默於人的表達方式 根據李俊華 然後他有十三種主要的表達方式 然後隨便舉起來就可以 由於遲定一 對 在這樣 不像是小學生要上廁所的時候用的話 這就是你要送出的 這是你收到的 對 太酷了吧 你剛剛都沒來嗎 這題不是出過了嗎 他沒有答所以改掉了 好吧 可以啊 只是不是 這是玩笑關係的定義 好 玩笑關係定義什麼 要回答這問題的是 玩笑關係 對 玩笑關係 是一種兩個人 附近的關係 其中一個人根據習俗的規定合一 然後必須嘲諷或嘲笑另外一個人 而被嘲笑的人必須不能覺得 對 對 好 你的講那個報告沒拿回去 嘿 謝謝 謝謝 謝謝老師 嘿 好啦 最後一個人你就知道你是誰啦 他問完你就自動起來回答 你不能喝咖啡 你不能喝咖啡 是一個幽默的功夫 對啊 什麼什麼什麼 就是那個自身型幽默是什麼意思 然後他的英文請你寫在黑板上 然後說明你自己是不是一個自身型幽默的人 甚至沒有 好難的 來 你的包啊 提升自我 而且又是對他人容忍無害的幽默 欣賞生活中的不一致 即使在面對不順利的時候還是幽默與順 我覺得我是我跟大上體操一樣 就還有這一段 不會 謝謝你們 你還要問第一個人 對不對 第一個人 你的報案因為今天才教的 我今天才收到 你是哪一位 對啊 等一下來找我 好 然後 我要請問就是 幽默語言和技巧有分 它的構成有非語言幽默跟語言幽默 請問語言幽默有哪四種 第一個人 站起來好嗎 謝謝 語言幽默 四種 叫交際幽默 風姿幽默 純幽默跟黑色幽默 你還要問他 不用了啦 不要折磨他 好 那 好 那 那個今天考試就結束了 等一下那個同學來找我一下 好 那就這樣 這月就這樣 希望你們八歲的時候 在看這個時候有一點樂趣這樣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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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